欢迎收看妈妈好神 对于痛有新的看法 是 人类如果没有痛 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身体生病 没错 虽然疼痛的时候你很不舒服 但是你要把它视为一个礼物 是个警讯 但是呢 身体有些器官呢 它就偏偏不让你太痛 所以它有的时候沉默的器官 生病 生病 你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但又还可以忍受 因为前面没有注意到 后面就变严重就对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 当心中招这些不痛的症状 胃酿成大祸 我们来看第一个 偶有胸闷或胸痛 经常犯胃酸 甚至觉得口中有苦味 像我的胸闷跟我的胸痛 都会在晚上的时候 我就认为 我经常会认为 我心脏应该是有问题 可是我去检查我的心脏 又没有什么问题 就还是蛮弱的 像我自己以前就是跑党政新闻 就是跑立法院府院那时候 然后有时候你就是 我那时候就是常常会有这种 泛胃酸 然后常常觉得嘴巴有酸 可是跑新闻本来就很紧张 对 而且加上那时候 我又觉得自己还年轻 所以我不会觉得是自己有什么问题 那那时候常常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一定是我压力太大了 跑新闻压力还会这样 对 那我记得印象最深刻一次是 就是有一次去国民党中央党部 然后我们大家要等着要访问连战 在等他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觉得我不舒服了 然后结果那时候呢 等到脸上好不容易出来的时候 我突然间胃就一阵灼烧 就灼烧 然后整个烧 从喉咙这样烧上来 然后突然间就一阵 就有一口呕吐物就出现在 吐在他脸上 好滚哦 没有 他呕吐物在嘴巴落就 哎呦 哎呦 吐下去了 吐下去也不是吐出来 也不是因为吐出来 我前面就是他 然后那次就是一直到 访问完之后 然后我再赶快冲去厕所吐 可是就是那只留在嘴巴里吗 那你怎么访问 你怎么讲话 我就是你讲话 你就是让别人问 他就拿麦克风就好 就拿麦克风就好 而且你也不敢讲话嘛 因为嘴巴都是那个误语 对对对 可能那呕吐物就这样留下来 天哪 所以我直到现在 我还是有这样子的症状 可是其实我就是因为 我很害怕照胃镜这件事 所以其实我到现在 我都还是很抗拒去看肠胃科 可是有无痛的啊 你还是 我就还是会怕 可是我就搞到就是像上礼拜 我就住院了 那我肠子就是 又是这么一大段就是肿起来 所以他的工作真的会让他肠胃 常常那个很受干扰 但是我问医生说 为什么我是胃痛 他说是肠子有问题 为什么是胃痛 对 那医生就是说 这样我就是要进一步去检查 但我是很抗拒 要过学生的胃镜 他相信医生 他相信自己啦 因为他是肠子 你看胃那你就不是好医生 太主观了 偶有胸梦或者是胸痛 然后犯胃酸 甚至觉得口中有苦味 可能是什么 好呢 是什么怪病 来 那我们的消化道 从嘴巴 食道 胃 十二指肠 到十二指肠的时候 我们的胆汁的开口 是在十二指肠的地方 所以它是更比较深入的地方 那当你肠胃炎 噁心呕吐的时候 你会把胃酸吐出来 再更重要的是把你胆汁吐出来 那胆汁出来就两个特色 一个就是 再出来 它的颜色有可能是 黄黄的 对 那表示说奇怪 那为什么胆汁会 逆流上来呢 一般来说 所以你是比较严重的肠胃炎会 那一般来说 都跟紧张有关 我们常说我们身体的消化道 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 它本身它的那种神经传导 是靠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那副交感神经的话 实际上你的胃肠道 蠕动是正常的 是从上往下 可是当你交感神经 幸福的时候你会很紧张 你有时候肠胃就是不动 不然有可能做逆向的 逆向就是忽然间 就是从下面就上来了 所以当你一紧张的时候 你会干嘛 对 这是人体的一种反正说 这时候你的肠胃就是告诉你 不要吃东西 你要准备备战 你再吃的话 你可能肚子会耽误你的情况 对 那这回来 其实有一些常常减肥的人 他会做一个很特殊的动作 吹吐 对 那吹吐的结果呢 会把胃酸吐出来 对 甚至也会把胆汁给吐出来 也会 那这基本上就是 你会做这些动作 那好玩的地方在 胆汁逆游性胃炎 比较不会痛的原因 是愿我们胃的神经分泌比较散 比较散当中有可能这个胆汁 它基本上是减性的 它对我们的胃黏膜 或食道黏膜是个伤害 我们常说我们的肖道当中 我们的口腔跟我们的肛门 它神经是最敏感 所以你口腔不舒服 屁屁不舒服 你才会感觉得出来 可是食道跟胃的话 它神经分布很不明显 所以你有可能就是你有状况 它胆汁会造成 胃黏膜的伤害 造成食道黏膜的伤害 它基本上你不会有感觉 那所以说它会 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 其实问题都比较大 那再过来 我们的食道跟胃它有个特色 它比较耐酸 那胆汁基本上是处于 比较偏碱性的 应该是要乳化脂肪 让脂肪比较好消化 所以那样的东西的话 可能会造成胃黏膜 或食道黏膜的伤害 那如果像这个严重会怎么样 我们常说 这个可能造成胃发炎 也可能造成胃溃疡 也可能造成食道发炎 甚至我们常说很多 慢性咽喉炎的病人 他其实他这个 为什么 就他其实就是一个胃食道逆流 或是胆汁性逆流 所造成的发炎线效 所以他去看感冒 是这些猴片都不会好 他把根绝的问题处理好 这个慢性咽喉炎才会处理到 一般病人空法 他医生会说你胃性造进去 发觉为什么你的胃里面 很多黄色的胆汁在 所以你这个人本身 你在空的时候 你本来胆汁是不会分泌的 可是问题是这样的病人 为什么他在空的时候 胆汁还从十二指肠 逆流到胃里面 他就告诉你 那个影片就看到一堆黄黄的 甚至一堆什么泡泡的口感 你这个人就是有胆汁性逆流 可是如果他在胃里面的话 因为胃黄膜还有一定的保护力 还勉强 你会觉得还可以接受 因为胃还是有胃酸 可以综合这个胆汁 可是如果你逆到这边来 这边食道跟这边是没有保重 你就会感觉到什么 不舒服 还感觉到苦苦的 甚至如果在这边的话 就是胸闷胸痛 其实胆汁逆流性胃炎 它直接跟饮食 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可是前提就像刚刚王医师说的 他这个人本身 他已经前提就是他很紧张 所以他的门已经松了 但是又加上如果他又突然吃 大量的这个高脂肪的食物 让他的这个胆囊收缩 然后胆汁大量的释放出来的话 那这样子这么多量的胆汁 就有可能逆流回去 对 所以像尤其是冬天 大家知道这是像那个炸鸡 或是油炸食物比较油 可是冬天很容易忽略的 就是那些比较锅类的东西 麻辣锅 姜母鸡 对 麻油鸡 这些其实都很油腻 那其实是很容易忽略 所以你如果本身容易紧张 然后你的优门的阔跃剂已经松弛 又加上吃这些高油脂的食物 它很容易就上来了 可是我就是紧张的时候 我就是很想要吃高油脂的东西 我就是很油脂的 那阵子就是 就是每次只要我躺下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怎么胸闷 然后很不舒服 然后甚至就是躺一躺 会有那种心脏嘖嘖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担心说 因为我爸爸他有心脏病史 我会想说我会不会也是遗传性的 然后所以我就去了心脏的那个科 就是整检查 对 去检查 然后真的什么东西都检查了 什么心血管啊 什么超音波 通通检查结果完全没有事 然后医生才跟我讲说 就是你要不要去看看肝胆肠胃科 对 就我去检查之后 那个医生他就跟我讲说 我觉得你这个有可能就是 胆直逆流性胃炎 就是这个 对 所以 我说可是我觉得是心脏不舒服 他就说 啊 食道就在你的心脏旁边 对 不准 分不清楚 对 吃了一阵子的药 然后他也会建议你一些作息的改变 那就真的有控制效 其实现在的检查 因为前一阵子 因为一些名人的效应 我们诊所的那个胃镜 真的爆增量很多 那其实现在医生的技术 其实说实在的 其实做胃镜没有那么的痛苦 那这关系真的 有一些无痛的方式的话 其实可以把问题真的很简单化 其实这个做这些检查 其实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病人我印象很深刻 他每次做胃镜都做得很高兴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吞胃镜对他的时候 就很简单 那他就常常复发 就是他有练过吞腱就对吗 对 没错 病人讲 你做胃镜的时候记得 你记得嘴巴张开 用嘴巴呼吸 然后有问题跟医生招到手 医生停下 其实有时候看他 把病人做胃镜做得比 我们医生做得还比较多了 我们以前做胃镜的医生都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病人都不会害怕 其实我的状况跟巧猫还蛮像的 我就是也是胸闷然后心悸 那我就是本身也是很容易紧张 那我刚开始 我也是怀疑是心脏的问题 然后我就去看心脏课 然后他就帮我还打那个显影剂 去检查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这个是心脏就是有一个 然后他就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支架 把它架开来 这样心脏打回去的血比较有利 你就不会痛什么之类的 那后来有一次我就是在家里 然后吃饱饭 我就突然干呕 然后就呕个不停 然后就是脸上那个尾血管都爆掉 那颜色 我去帮他急诊 然后医生就突然就问我说 那有看过肠胃科了没有 然后我说还没 我没看过肠胃科 然后后来就安排照胃镜 然后就照了就是有那个胆汁在里面 医生就跟我说就是胆汁逆流性胃炎 这样子 就是真的 可是像我自己啊 就是有时候我胃也是不舒服 然后我胃不舒服的时候 我老公就很老派 他就会建议我吃那个张先生 他有脚胃酸 他觉得他超有用 他觉得那个超有用 对 张先生 然后他就觉得那个很有用 就是吃了那种凉凉那种药味 就会这样子比较舒服 然后我自己平常是会吃一些酵素 就是平常就吃 然后如果特别不舒服的话 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就赶快马上再吃 然后吃完之后过一会就会打嗝 然后我只要觉得打完嗝 嗝打出来好像就比较好 就舒服了 对 我必须说今天一问才发现 原来这个胆汁逆流性胃炎的人口 还没有很少 对 你看他这样做 对 可是之前有一个 就是你会发现 我们在做这一期之前 很多人根本都没有听过这个病 没有 而且是不难 那之前有一个医生说 他遇到的是一个厨师 他说厨师的特色就是说 因为他们常常就是很忙 因为早上要备裁 对 那备裁备裁到中午出餐 有时候客人吃完了 他们忙到那个时候 他们员工餐厅也关了 所以有时候早上来不及吃 中午也没吃 所以他有时候是 三餐并一餐吃 对 他说他常常就是这样 三餐并一餐吃 然后压力很大 所以他们每次闲着 每次就外面一群人 蹲在那边臭炎 然后他就说这样子的情况 他就发现他三不五十 就常常会觉得胃不舒服 那胃不舒服呢 因为广告很多 他都觉得他应该就是 胃食到逆流 一直都吃成药 可是他发现很奇妙 他买那个广告很大的 对他来讲 他觉得效果不是很好 然后有时候用张先生粉 他觉得效果还不错 他觉得用张先生 或用一些那种喝的 像乳状的那种 他觉得有时候 他自己还觉得好像比较OK 那反正随便混诊用 哪一种有效他就用 他就拖 拖拖拖拖 拖一阵子后来 他觉得不大对 好像有点 变血 好像这样颜色 就是那个变变是黑色的 他就觉得黑色变变又不对 他后来是 他妈有一次来看他 他在跟他妈说 好像最近颜色有点黑 他妈说 你应该要去看医生 然后就逼他去看 结果一看 医生就说要找胃颈 后来检查就发现 然后医生就说 他其实这些症状看起来 他说为什么 他说 他其实不是胃食道逆流而已 他觉得 他说你常常这样子 三餐并一餐 然后压力又很大 然后你又抽烟 然后你又发现说 你吃那种擦胃服饰效果 其实没有那么好 其实表示说 你其实可能是这个问题很久了 你胃底部都在发炎 那好险 今天有讲这个 因为这个罗美讲出来 我在什么状况 我一定觉得就是胃食道病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病 对啊 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是医生跟我 就是他有教我一些 日常生活中保养方法 因为我比较常发生 胆汁逆流性胃炎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躺着 就是睡觉的时候 对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你可以再整 就是让枕头垫高一点点 然后垫高15到20公分 让你的身体是有点斜躺 就是半坐卧的方式 让就是让你的那个胆汁跟胃酸 比较不会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 逆流而上 这是有效的 其实今天我们谈到什么 胆汁性逆行性的胃炎 它其实有个比较特色就是 你会觉得嘴巴苦苦的 对 它这个哭的就是所谓 胆汁的味道 所以让你身体真的 所谓的稍微高一点 我们所谓的半坐卧 基本上利用地心引力 让你那个胃酸 跟胆汁不要逆上来 可是另外一个重点是 你吃完东西 你晚餐吃完之后 到你的睡觉 你那个太油的东西 你不要吃太多 而且你不要吃到 八分饱九分饱 你可能已经吃到九分饱了 即使你糖的变高 你还是会到这边来 所以其实这饮食的部分 已经开始之后 你的饮食习惯 饮食种类 会影响你的疾病 后面的走向 对 然后另外就是我之前 后来就是有一阵子去看中医 中医就跟我讲说 就是我这个就是要做 他就建议我说 可以用那个茯苓跟白竹 去煮四神汤 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汤 他就说这可以 就是让我温补自己的 那个肠胃 那其实我自己试着 煮了一阵子之后 我发现其实喝起来 也温温暖暖的 蛮舒服 但是喝了之后 真的有比较舒缓的感觉 就比较常会有那个 就是胆汁啊 那种嘴巴苦苦的感觉 四神汤 因为在中医的确讲 它有就是 补我们脾胃 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 那你会觉得说 可能肠胃会比较舒服一点 但是如果是说 我们要讲直接针对 胆汁逆流性 胆汁逆流性胃炎的话 其实它并没有那个治疗的效果 但是它的确是可以舒缓 那另外有些四神汤里面 其实有些人会加那个帘子 那帘子本身又有 安神镇定的效果 那刚好就可以符合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这种人情绪比较容易紧张 其实是可以让他放轻松的 不过这种其实药膳来说 都是你必须要长期吃 才能看得到那个效果 那即兴其 当然还是建议大家 去直接看医生是比较快的 那睡前喝点牛奶的话呢 睡前喝牛奶 其实不OK 垫个胃 对 你的胃可能不OK 尤其有一些肠胃到问题的人 除非真的你肠胃很好 那又有一些睡眠的问题 或许有一些人喝一些温的牛奶 有增进安神作用 可是只要有肠胃不好的人 有胃食道逆流的人 有胆汁性逆流性胃炎的人 我告诉你 你喝的牛奶 你可能那一天晚上 你会睡得更不安 因为我以前很爱吃煎炒炸的那种食物 但后来我有胆汁力流性胃炎之后 我就开始 就是开始用汆烫 然后用蒸的 就是吃比较清淡一点 然后呢 但是后来我有一次 我去巴拉旺旅游的时候 那因为巴拉旺的东西就是 都是很咸 很辣 然后我那时候去之前 我就买很多胃药 我想说惨了 我一定每天都会胃不舒服 因为胃不舒服 这件事情一定不是一天两天的 然后结果我后来那一周 我竟然很舒服都没怎样 然后就跟我朋友讲 我朋友就说 那是因为你天天都喝椰子汁 然后因为椰子水里面有矿物质 然后有一些化合物 它可以缓解你胃的不舒服的状况 真的吗 真的 这个感觉 你一直坚固 因为我每天喝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那一周我都没怎样 椰子水本身它其实有 抗发炎的效果 真的 是不是 你看很明明 人家讲椰子水 我就不相信 你也不讲 你也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它其实只是短暂缓解你 就是为发炎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而已 对 它并没有治标 所以你的根源性的问题 还是存在的 就是说 你可能这时候喝 觉得凉凉的稍微比较舒服 这样 而且它出国旅游 心情 开心 不放手 对 假顺少食 看出来没有压力 对啊 开心的 我们刚刚有说 如果你吃太油腻的食物 它的症状会加重 所以发作期间呢 就是你当那个感觉很强烈的时候 当然饮食一定要清淡 对 这所谓的清淡就是说 第一个 不要太过于油腻 那尤其是像一些什么 炸的啊 肥肉啊 然后一些皮啊 甚至我们刚刚讲很高油脂的那些锅类 尽量要避免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你这时候胃已经发炎了 好 因为它已经腐蚀到你的胃 胃有点发炎 所以太过于刺激性的一些食物 像是辣椒啊 胡椒 然后甚至像咖哩 等等的 咖哩也不行 建议先不要 好 那等到你的胃可能都已经痊愈了 慢慢后面再来吃 好 发作期间先不要 那再还有一点很重要 不要吃宵夜 不要吃宵夜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不管你是胃食道逆流也好 或是胆子逆流也好 都一样的原理 就是当你今天吃完食物之后 然后我们可能隔一两个小时 你就去躺着睡觉 甚至有些人是下午会睡午觉 不一定是宵夜 可能是中餐吃完 然后下午一两点 可能就去躺着睡午觉 那一样就是会让这些食物 因为它还没有消化 就很容易逆流回来 对 所以睡前尽量 三个小时以上不要吃东西 就是尽可能你的三餐是要定量的 就是三餐的份量要分配 可是我知道很多妈妈 因为你可能为了顾小孩 对 没办法好好地吃一餐 好不容易到过来晚上以后 就突然吃很多 那这时候有可能 就会让你的症状更加地严重 那到底如果说 因为已经三个小时没有吃了 就要 不会让这种症状出现 但是它是可以 有办法让自己 暂时有饱足的感觉的东西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 比较是属于你急性发作期的时候 要尽量病人 当然不是说你平常就要这么严格 那如果是说你真的饿到受不了 通常一般我们会建议 就是吃一点点的坚果 但是比较多 因为毕竟坚果也是油脂 对 就是一点的坚果 然后坚果它其实也 比较会有饱足感 然后相对来说 大家比较担心吃晚上吃东西 去睡觉容易胖的问题 那你吃一些蛋白质 或是有脂肪的食物 是比较不容易胖的 那坚果就是油脂 比较多的什么 没有来预防剩余治疗 因为我真的曾经 因为我知道就是不能吃宵夜 可是我这样饿到受不了 那管他的 然后晚上就饿 而且因为真的饿有时候 会睡不着 对 你觉得不好 我是觉得预防剩余治疗 比如说那一天 如果你已经知道你会晚睡 是 你就大概在 不要都已经最后一刻了 然后要睡觉才想 现在好饿 那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欺负南下 吃了以后躺在那边 误一下身 然后胆汁往上跑 不吃又肚子饿了 这就有点兴趣 不如你就在前两小时 先把东西 时间把它分配好 对 那其实说实在 有一些药物可以帮你说 问题去缓解 我们常说 我们促进胃肠蠕动的药物 甚至给你一点点的症静剂 甚至给你一点点的致酸剂 也是可以的 但这是偶一为之的 我们常说 其实我们医生的专业是 判断你的病情 用你适当的药 那原厂你一定要踩这个小地雷 我们有一些小解放可以帮你 可是你不能每天都踩小地雷 再看看还有哪些不动症状好 但是妈妈想问为什么 有什么症状呢 第一个 吃饱不舒服 空腹反而舒服一点 有吃反而会不舒服 后来是大便颜色偏深 有耶 有发生以上这些不痛的状况 因为我现在已经到了那种 吃东西我已经很节制了 我不能够让自己吃得太饱 对 但是我空腹 反而会觉得说 肚子那边有东西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像比较没有那个负担 轻易感 对 因为我吃太饱的话 我不晓得我总觉得好像 好像不对劲 好像会有那种就是 沉沉的 对 沉沉的 然后脑袋上也会空空的 会食困这样子 对 那你说 关于说什么排泄物的颜色变成 对啊 我们来看看就是 吃饱不舒服 空腹舒服间 或者是大便颜色的教设 可能当心是什么 就是 很常听到胃溃痒的 是什么阴导症会不会的 我们常说 我们的 胃黏膜基本上其实它是可以耐酸的 我们胃酸很酸 pH值1到3 它可以耐酸 可是你可以搞到说 就知道我们这个主人 基本上其实多么不负责的 我们常说我们 胃本身它有两个机制 一个是保护机制 一个是要侵害机制 那保护机制它本身跟你的营养啊 血液循环有关 那什么叫破坏机制呢 再过来你吃到一些 我们常说有些药是什么 伤胃 止痛药会伤胃 或特殊药都会伤胃 再过来 其实在胃溃疡当中 我们才发现 我们台湾人当中 其实有幽门感菌的人很多 可是如果说 你有本身 一有小溃疡之后 又有幽门感菌 不然你的溃疡 久久浮渝 那通常到语 这个溃疡为什么在你身上 你都没有感觉呢 因为刚才有提到说 它的神经分闭很散 你有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 就是没有感觉 可是为什么 有时候大便会比较偏生呢 因为有可能 你真的溃疡有点 吃到血管的时候 它会有点 所以说当你发现 你的大便颜色偏黑色 偏暗 而且这个暗 有时候说实在 像什么 我们常说 薄油 基本上它有个很特殊的味道 很欣慰恶臭 你只要闻过一次 永远忘不了那个味道 那是很特殊的腥臭味 真的你想到 都会觉得恶心 特殊的腥臭味 像刚刚王医师有讲到 幽门感菌 是造成 很重要的原因 那饮食习惯来说 尤其一般的家庭 其实真的比较少人 是用公块母吃的 对 如果你一个家庭当中 有其中一个人 有幽门感菌的感染 那它其实不是只有在胃 你的口腔也有 那我们这样子 共同夹同一道菜的时候 其实就有可能会这样子 间接经验 感染的感染 对 所以有可能 家里一个人有 那全家人都会被咔嚷 天哪 对 那然后再来饮食习惯呢 像比如说大量喝酒 长期喝酒的人 酒精其实非常伤害 我们的黏膜 尤其是胃的黏膜 它会直接让这个胃黏膜被破坏 所以长期大量喝酒的人 好 可能也是这个 胃溃疡的高费杀菌 对啊 你吃饱了酒 酒精 酒精可以杀菌的那个 那个浓度要到七 五到七 直接喝酒精 好伤害 它只会烧你的喉咙 烧你的胃 不会杀菌 然后还有一种饮食状况 就是喜欢大量吃 生的大蒜跟洋葱的人 不是也可以杀菌 不是也杀菌 虽然生大蒜里面 我们讲的大蒜素 它对身体很好 对啊 可是毕竟它对我们的胃黏膜 非常的刺激 所以当你大量吃 不小心吃多一点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开始胃痛 但熟的OK 煮过的就 煮过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OK 因为我老公有一年 他过年的时候 他就跟我回娘家 那南部呢 就是很爱吃油饭啊 碗粿那种黏黏的东西 那我老公呢 他就从早给我吃到完 然后一边吃来一边打麻将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不好一直吃 对 你不好一直吃 然后后来我后来转过来跟我说 我连装啦 然后他就完全 下不来啦 不绝对 气着忘了 然后后来他就自己打打打 开始这样 一直打嗝 然后他也不舒服 然后他就跟长辈说 拜托 让我去拉一下肚子 然后长辈就说 你前面就想走 对 你自己来 然后他后来就去拉肚子 然后真的拉到他整个很 头很晕 很不舒服 他就跟我說 拜托 你帮我叫救护车好 我要去挂急诊 然后我们就去了急诊 然后医生就说 你今天一整天吃了什么 然后老公就说 好像很多油饭跟碗粿吧 然后医生就说 你真的就胃溃疡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一整天 一直吃一直吃 然后又坐着就塞在那边 他就很不舒服 后来他就胃溃疡过了之后 我就常常给他喝那个 温热的蜂蜜水 现在就有好一点这样 然后三餐也要正常吃 因为他平常就也是三餐 大概只吃一餐 可是不好意思 我有一阵子很爱吃麻辣锅 可是吃完不是胃会不舒服吗 对 有人跟我讲说 你吃麻辣锅之前 先喝一杯蜂蜜 就是一小杯 你有一个保护膜 所以再吃辣的就不怕了 搞不好是这样啊 这个我反而不反对 这个我反而不反对 可是我有 但是这个跟沙油门感情 是完全两倍 有人说 喝那个橄榄油 其实也蛮好用 就是也是要保护 而且听说他胃好 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标题 为什么胃溃疡是吃饱不舒服 我们当你没有吃东西后 你的胃是缩的 你的溃疡可能只有一公分 小小的 而且它那个胃黏膜 把你皱起来 有保护不住 那你变 撑大之后 那个溃疡本来从这么小 变这么大 对 所以当你吃饱的时候 它把它撑开了 你会很不舒服 这时候你知道有东西进去 把它勾一层 还记得那个广告吗 你吃了一个那 胃乳进去之后 把你胃勾了一层白色的东西 把它黏在上面 重点是 它要勾勾 黏得上去的时候 那你外面的胃酸 起码可以撑个 几秒钟 几分钟 那这个胃酸就会刺激 你那个溃疡 你就不会痛 所以为什么吃饱会痛 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你只要你有勾勾的 可以给它勾上去 所以你给它贴布 就可以减少那个状况 可是问题是 这些所谓的金钟罩 那刚才又提到说 幽门感菌为什么这么厉害 它就在那个溃疡的边缘 它分明一个酵素 你有酸的 我有碱的 我就把你中和掉 我可以在那边活很久 活很久之后 他会告诉你 你的溃疡 慢性溃疡之后 还变成什么 所以为什么 现在医生只要看到胃劲 做完胃劲有溃疡 有幽门感菌 一定会告诉你 就是要杀幽门感菌 否则你的问题 有可能一而再 再而再地发生 那 慢性久了之后 未来机会就越来越大 好惊悚 这个就比较害怕 对 因为我有个同事就是 他就是有胃溃疡 可是他在这之前是 他本身他就是 先有胃痛的症状 那因为工作很忙的关系 所以而且我们可能 他每次放假的时候 他可能就觉得 休假是 就是要珍惜休假时光 都要出去玩什么的 他就一直都没有 就没有去看医生就对了 他每次胃痛的时候 他就是都是吃胃药 吃胃药来缓解 那直到有一次 他真的是痛到不行了 就是整个痛到 就是大便的时候 就是颜色很深 然后也痛到不行 他才去看医生 那那次他就有照胃镜 那照胃镜之后 就是说他有胃溃疡 那结果那时候 他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去看他还很乖 会照着医生的 就是吃药 可是药吃完了 该回诊去拿药的时候 他又不想回去看医生 然后直到有一次 他是大便的时候 就是马桶有血 对 而且也是胃痛到 整个脸色都发白 然后那次他也才临时 就是请假这样子 他去照 然后再去照胃镜之后 就说是胃溃疡 就是变严重 其实就是看你可以拖多久 他就有不同的病变 拖短一点的 因为台湾人就是有时候 有一些张先生或什么 他有暂时性的麻痹感 对 所以你会觉得不痛 不痛就没事 那那种人最怕到时候 你喂饮食不当 冬天到了 大家开始吃姜母鸭 麻辣锅什么锅 医生就发现 有一些这种人真的不怕 他想说有张先生 有什么一吃 然后就开始跟着人家吃 没多久 出去之后 是吐血送医的 好严重 对 大家本来想说 没事就真的吐血送医 那我就是短期的 那长期的最可怕 因为很多台湾人 就是家里最多的 就是所有的十字 十字的张先生的 什么都有 对 那之前有一个太太 她就这样 她其实呢 四十多岁的时候 她就是有这些 常常胃不舒服 她有做过一次胃镜 那可能那一次胃镜 给她留下很不美好的 不像你那么美好 对 她可能当年的那个 又比较粗鲁又比较大 所以被她留下 很不美好的经验 她就说她有溃疡 那溃疡 早年我们也不知道 溃疡原来是要 治幽门感菌的事情 所以她也是想说 治好像你也治不好我 所以她就想说 没有关系 反正我已经知道 我是胃溃疡了 所以开始痛的时候 她就会自己去买成药吃 这样子拖十年 十年 你胃痛痛起来 其实很不舒服 对 她说她就 什么药都吃 然后各种自己乱配方 吃到后来是痛到 她先生说你这样吃到不行 因为她真的也是痛到 那个 她说大便的颜色 就已经很点睛 也就是变成了 先生逼她去看 那是二期的胃腺癌 太可怕了 然后医生说 你怎么会拖这么久 她说我就以为 我就是溃疡 溃疡不就是 吃自酸定就好 让胃酸不要去让她痛就好了 对 后来就是脱过了 就是变成二期 然后她必须做那个整个 几乎是半胃切除 其实溃疡的偏方 真的是一系列 刚才橄榄油那系列 其实在台湾 大家比较喜欢用的 苦茶油 苦茶油 对 它源自于有一个研究 说什么 它对于幽门感菌什么 可是事实上 那个研究者自己有说 只是一个体外的试验 而且不是那么 所以老实说 如果你个人心里感觉 很没有感觉 觉得说好像好很多 你要记得王医师的一句话 就是 所以你不要觉得 我好像没有感觉就没事了 这是第一件事 你要注意 因为 那第二个台湾人很喜欢用的是 高丽菜系列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 甚至会去接受食疗 然后每天就是 把高丽菜打枝成一杯 生的 然后他们就发现这很好 然后他也觉得好了 我必须说 有些人出病是真的好很多 因为胃炎本来就只有炎 可是如果您是和病有溃疡 已经有幽门感菌 梅沙菌它是在的 那可是我觉得这时候 不会有及时的危险 因为你只是拖十年之后 我们再来看会怎样 可是我觉得比较恐怖的是 有些人都会觉得说 格格的都可以的话 吃生鸡蛋好了 有些人觉得说 他一样也是格格的 所以我已经胃不好了 喝酒前来个生鸡蛋 或什么来个生鸡蛋 这就要注意的 因为之前有一个人就想说 为什么他有一次吃完生鸡蛋 然后开始超严重的 开始烙透下然后发烧 后来才发现他 沙门氏菌感染 差点化掉 医生就说你 因为你长期吃这些 有的没有的自酸钉 影响你那个胃酸的分泌的情况下 你的杀菌能力没有人家好 你还给我吃生的 吃生了下去就完蛋了 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真的遇到很多的个案 就是我觉得因为广告的效应 就是把胃酸有点污名化 大家都觉得胃酸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我只要任何胃的问题就想到 我要去买那个广告的成药 然后就抑制胃酸的分泌 那长期的这样子的抑制胃酸 其实像淑琴姐刚刚讲的 胃酸它有很好的杀菌的效果 是 那当你长期胃酸不足 反而在我们预防医学上面 会看你未来 其实会有带来很多 长期那个肠道发炎性的 一些慢性的问题 因为当你食物的这个细菌 没有办法充分被杀菌的时候 那这些细菌它还是会继续往下 就到了我们的小肠 所以产生一种疾病 叫做小肠细菌过度增生 这个也是一种疾病 那这种小肠细菌过度的增生 其实它最典型的一些症状 就是像很明显的就是脏气 然后消化不良 然后甚至可能会拉肚子 那你有可能会以为是 其他的肠胃的问题 不容易被发现 那长期这样子小肠的这个细菌 过度增生的情况下 长到一直慢性在发炎 最后就也变成全身性的发炎 所以其实未来会带来的问题 其实是很严重的 所以胃药还是不要自己当医生 自己去乱买 还是要看过医生在服务 那我想问说 那像我之前小肠发炎 会不会就是因为我自己 爱乱吞胃药 然后造成说像刚刚营养师说的 细菌往肠子跑 因为医生说其实小肠会发炎 是很罕见的症状 有可能 这种就是小肠细菌过度增生的疾病 其实在台湾是比较 算是今年才刚开始有书籍出来 对 所以其实这种状况 其实是在国外 其实就已经很早就已经知道 有这种现象 但是在台湾 其实真的比较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对 那这个其实回过头来看 我们台湾人真的太爱吃味道 你长期吃味药 不只是肠味道会被你搞坏 甚至你的肺炎肌肉增加 为什么 那么远 你看我们其实一般的呼吸道的细菌 吞到肚子里都死光了 对 但是你的胃酸如果不够酸 它就杀不干净 然后刚刚胃食道逆流 稍微有一点吸入性 一点点吸入性的这些这个胃酸 里面可能就有活的细菌 你很快 你一个胃酸 然后你就肺炎 然后肺脐的几率也比较高 不舒服 要找原因 然后把它解决掉 然后胃药就赶快拿掉 可是不是有人说像 像治疗胃溃疡 它有个疗程 甚至有的时候要长达一年 那所谓的医生所建议的那种药 他吃的对身体不会有影响吗 吃一年的胃药 一般你只要做过胃镜 医生会告诉你 你的溃疡的严重程度 一般会如果说有幽门感菌 幽门感菌吃两个礼拜就好 那后续会按照你的严重程度 大概吃两个月到四个月的药 那原来如果说你吃完之后 你就还是觉得怪怪的 那就再做一个胃镜 看你的溃疡有没有改善 基本上其实不会说让你吃一年 其实让你吃一年 基本上其实这个危险性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溃疡有没有 除了照胃镜 你不能够看其他的 比方说像 变白也是要想想想想 不是 变身 变身 变身变淡一点 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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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不要想再变淡一点 不然想再变白 基本上一般来说 其实你知道好好配合医生 能够好好吃两个礼拜的 抗幽门感菌的药 杀死他 再好好再吃一期四个月 看溃疡的药应该都会好 胃溃疡它是一个 比方说我已经有胃溃疡 那我又治好了之后 我的胃溃疡复发的程度 会比一般人多吗 还是说我 機率会 機率会比较高吗 会 应该说除了你后续 都能够做到以前不该做的 否则其实像我们常说 这个病为什么慢性病 因为其实很多人很 就是 基本上其实你好 基本上你要后面 要有很多修复的时间 可是你没有等到 那修复的时间 你就开始当肥累了 而且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医生曾经发现过 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他就说 那个先生他就觉得 这次帮他把幽门感菌 杀干净了 帮他把我溃疡治好了 怎么 比人家又来了 后来想一想说 你叫你太太一起来吧 因为刚才 其实陈寅一样是有讲到一件事 太太一起来 幽门感菌是会透过共识 全来的 对 所以有时候 如果夫妻感情好的情况之下 太太的幽门感菌有 只是他 不一定表示我有幽门感菌 我就一定会溃疡 他可能是没有 但是偏偏到你就溃疡了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为什么一年又一年 又一年一年 可能就是要太太一起来 看要不要一起杀一下幽门感菌 对啊 防不胜防啊 对啊 那一生从他遇过这样的案例 杀幽门感菌的药 要吃两个礼拜 要吃三种药 其实这三种药吃下去 基本上是为了杀幽门感菌 其实有些人肠胃 基本上他的排便习惯 是会改变 因为那个菌基本上 会让你的身体里面 那个肠道里面的那个菌 会做很大的改变 也会亲满多 其实基本上是有必要 我们想说医学做最重要的是 确定诊断 即使治疗 那不是有吃 有保比 不是 不是大家听完之后 就去拿药来吃 这样吃 对 我之前就是我弟的那个亲戚 他也有胃溃疡 然后他有配合医生治疗 那他那时候就有听说 他是听人家说 吃粥可以养胃 所以他的三餐早 早餐 中餐 晚餐 全部都改成粥 而且他里面不是加羊肉 就是牛肉 然后我感觉很补羊肉 羊肉 牛肉 听说是不是会什么 健脾养胃这些 然后他说他自己觉得 这个效果还不错 那我又有另外一个朋友 也是胃溃疡 但是他讲得完全不一样 他是说他的医生 是叫他 建议他吃贝果 贝果方式的贝果 就是美国那种就是 圆圆的那个 硬硬的 对 很搭实的那种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两个 那好消化吗 对啊 就是觉得 那个是不消化的东西 就粥感觉进行好像比较合理 对 然后可是那个另外一个朋友 他的医生是跟他说 建议是贝果 我个人是真的都不建议这两个 因为我们现在讲粥 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现在胃不舒服 是不是吃粥比较好消化 对 一定 因为很多人吃粥的习惯 就是用吞的 你会想说它是液体的 对 没有咬 也没有什么咀嚼 然后就这样子 就是吞下去了 那其实粥还是有那个米粒在啊 对 所以你这样子用吞的 没有咀嚼 反而你的胃会更痛 对 所以其实倒不如我们 尤其在临床上面的胃教 我们都还是叫 然后重点就是你一定要咀嚼 对 那贝果的问题 又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尤其是面团或面包类 有些人可能不是选贝果 有些人会选吐司 肠胃炎可能就会选择吃吐司 对 好 那问题来了 你这个面团 我们不晓得店家 它有没有充分地去做发酵 如果它没有充分地去做发酵 现在很多的那个面包业者 因为他为了想要快速 就是节省那个成本 就用一些面粉品质改良剂 让它快速地膨胀 那面团本身并没有发酵 那这样子的面包 或是贝果吃下去 你的胃会非常不舒服 因为它其实是很难消化的 对 所以其实与其是这样 我们不晓得 我们买到的贝果 有没有很好的发酵 那倒不如其实 你就吃白饭就好 所以在发病期间 我们会有一个饮食 叫做温和饮食 那温和饮食的重点呢 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你要吃好消化的食物 对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有伤口 所以避免刺激 那刺激前面 其实我们有提到 就是像辣椒 辛辣的甚至酒精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胃困痒 比较特别的地方 要避免太粗糙的纤维 因为它有伤口 就很像你有一个伤口 然后你再拿菜瓜布去刷它一样 那就会很痛 心动得好 所以我们要避免太粗糙的纤维 像是平常 平常这些粗糙的纤维 的食物都是健康的食物 对 我们就会认为是好食物 对 的确这个平常你要多 吃五穀饭 糙米饭 还有牛蒡 玉米 笋 这个都很硬 对 那这样子其实 它会让你的伤口很痛 那但是牛不能不吃蔬菜 不然会便利 对 那蔬菜我们就尽量选择比较软的 好消化的一些蔬菜 比如说像一些瓜类 丝瓜或是不哇这一类的 瓜果类的 比较柔软的 大黄瓜那一些的 黄瓜 对 然后或是说像水果来说 你可以选择木瓜 那以淀粉来说 当然就还是建议 干的白饭 那或是说其实你可以吃一点山药 因为山药算是根莖类里面 比较好消化的 可是地瓜可能就暂时不建议 地瓜是比较容易脏气的 对 那脏气你可能又会觉得说 胃 因为有伤口又会不舒服 对 对 所以就是说 以淀粉来说 好消化 然后柔软 这样子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那还有我们刚刚有 其实一直强调 你一定要充分咀嚼 对 那胃囊肠发作期间 一些腌啊 酒啊 这些刺激性的 就也不一样 那这瓜 其实有一些东西刚才有 特别补充上 腌制烧烤的东西 我台湾很喜欢吃那种腌制的 烧烤的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 对我们的消耗而言 都是一些自然的物质 而且基本上 你能够避免是最好 再过来真的 有时候 对 对 不如你现在 其实刚才幸运提到说 其实现在做胃镜 可以有那种无痛的 其实会让你真的 有那种感觉 我都跟病人讲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的话 做个无痛的 胃镜也做 大肠镜也做 如果你都做完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 天少很多的担心 而且其实睡得很安详 对 我很好吃 我很好吃 很喜欢 我感觉胃肠的保养 是靠你平时 是 那其实三餐定时定量 对 吃饭不要吃太快 吃饭不要讲话 吃完 然后我们所谓饮食的部分 能够按照营养师的建议 你该可以吃硬的时候 多吃硬的 有溃疡的时候 就要吃软的 对 那吃完东西之后 不要坐下来 不要躺下来 去慢慢走 走个五到十分钟 其实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 只是当你这些问题 你不做到的话 我都跟我病人讲 不管你是胆滋性 腻瘤性胃炎 不管是胃溃疡 胃死到腻瘤 我告诉你 你这些你能够做到 你腹发的距离就很低 可是一般病人都告诉你 他就是做不到 那做不到呢 就要去做检查 跟肠胃科医生就变成好朋友 所以你是要 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 还是要靠医生来照顾你的身体 就靠你自己如何去做决定 我就像刚刚素晶姐讲的 她说无感或者是不痛 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 那今天讲了那么多不痛的症状 可能就偶尔胸闷或胸痛 或是吃饱不舒服 空腹的时候反而舒服性 或是大便的颜色偏深一点的话 就真的要注意一下下 要注意一下 该做的胃尽还是要做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分享 谢谢 记得上我妈妈 我是阿姆江东 各位都跟大家拜拜 拜拜 日常生活常常会有一些状况 会吓死大人 就是小朋友有时候 噎到的时候 你今天讲这个是因为 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 就是看到一个小朋友 他在电梯里面 然后就很痛苦 然后妈妈也不知道怎么救他 其实那不是噎到 那是窒息 所以噎到跟窒息 其实还是有不一样 噎到就是说 塞在他的死道 吞不下去又躲不出来 很不舒服 可是他至少还可以 发出声音 妈妈好痛啊 人闻人 还发出声音的 就是在死道里面 但如果跑到气管 直接把他的气管堵在那 叫窒息 那这样的话就会缺氧 那个是更危险 所以那个孩子后来是因为 妈妈不知道有 哈姆利克急救法 不论是气管还是死道 都可以用哈姆利克急救法 死道就不用了 死道就是让他 慢慢滑下去 或者是让他吐出来都可以 但是窒息的话就料力 可以用哈姆利克 那怎么样避免跟预防 第一个三岁以下 绝对不可以吃那种硬的东西 硬的坚果 一整颗的硬的坚果 或者是这种硬的糖果 小孩一个不小心跑跑跳 马上就塞住了 是 还有口香糖 还有那个气球的碎片 放到嘴巴里面 所以这些玩具 这些食物 我们只要想到 医生有讲过的 原型的 或者是棒状的 或者是这种片状的 三公分以内的 我想这个都是在一岁 或三岁以下的小孩 你要特别避免的 那除此之外 平常的正常安全的食物当中 我们也还是做一点小小的提醒 比如说不要小朋友 跑来跑去的时候吃东西 像我最近都在跟爸爸妈妈讲说 小孩小的时候 不用一定要逼他坐在餐桌上吃 他其实可以 就是他很自由 想坐在你大腿干嘛 但是我的底线是 不要让孩子在跑跳玩的时候吃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 不要在小朋友哭的时候吃东西 因为有些孩子 妈妈或者是爸爸在喂食的时候 趁他哭 不要塞进去 就好像想把那一碗都去喂完 其实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绝对不要在孩子哭的时候 喂东西 那最后一个是 大人小孩都一样 就是小孩嘴巴里面有东西的时候 不要讲太好笑的笑话 有时候讲太好笑 就刚好咽到 也大人都会 对 或窒息 所以这几个点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了解 なので 说 这个字幕阿姨 United 卑吧 好了 我再继续